今年康城電影節開幕 有不少華人紅星亮相 包括國際影星拱里、關曉彤、銅利亞、 紅袋林以及有份爭今屆康城影后的照圖 關曉彤以短髮新綠 大蘇八滑長腿亮相紅地毯 銅利亞就穿上一身灰色羽毛裙 簡單得來油性感 而獲得品牌邀請亮相康城的紅袋林 就穿上一套巴比粉紅的長裙 至於拱里就以一身白色長裙亮相 雖然各位女性齊齊色深打扮現身 但大會直播就通通無事 全部令特寫鏡頭認真慘情 相反中美混血兒網紅李美月 因為出位的表現而獲得特寫鏡頭 李美月以一身大紅花塘裝 手持兩把線一把寫著東北大花 而另一把就寫著征服世界 期間完全懶你旁人的目光 更加無來無去又喪敗姿勢 就算被工作人員多次驅趕都一於小理 由於大會直播莫視華人紅星 不少網民都留言希望去年 在康城電影節搶光的范冰冰快點出動 在閉幕裡為華人影聲讚一口氣 剛好冰冰今年獲邀參加康城某慈善晚宴 稍後時間應該會在康城現身